快為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還有機會玩彩金耀耀的抽6萬大獎 這裡是唐市鎮基金會的庇護工廠 唐寶寶們將一片一片的手工餅乾 小心翼翼的裝到袋子裡等待包裝 每個步驟都可以感受到 他們滿滿的心意 中秋節禮盒更是 他們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只是這幾年因為大環境不景氣 訂單銳減 多虧企業認購維持基本開銷 希望就是用做公益的方式 來向客戶傳達我們的心意 那同時也希望就是客戶 可以跟我們一起響應這個活動 每年都要贈送這樣的禮物的話 如果說是向弱勢團體去購買 然後再贈送的話 我覺得是更有意義的一件事 像是企業所認購的 這一款水果梳禮盒 就是唐寶寶們純手工製作 連包裝都不假他人之手 孩子們在中秋節裡面 最重要是整個動起來 他們覺得整個都有忙碌到了 然後第二個就是 中秋節是我們基金會 最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 因為透過有這樣的收入 我們才有辦法去幫孩子們 做更多的一些服務 有越來越多的社福單位 成立庇護工廠 賣起烘焙產品 訂單主要就是來自企業 以及散客 社福單位都是接到訂單 才開始製作確保品質 距離中秋節還有兩個禮拜 企業率先響應 也希望更多人加入 鼓勵這些孩子 記者 詹潮城 郭林倩 台北採訪報導 打採訪